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你们来上一大师教学第七堂,我是你们今天的讲师,那我今天就想要直接跳过复习部分了,就想要复习一下我说银牌场要注意些什么的话,请回去看第五集啊各位,那我今天就直接进入正题了,请等我一下 好,那么正如我们答应的,就是在银牌阶段,每一堂我都会新教大家一些异大师的操作,那么今天的异大师操作教学,想要教大家是这个gank方面的一些操作,那么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建议大家在gank之前一定要Q跟1都在,也就是说你不能在旁边刷野怪的时候刚刚把Q用完,然后Q开我很久CD,这个时候跑去gank,这样是不好的,OK,所以说如果你要gank之前快要把野怪刷死的时候Q跟1就要扣着了,留着拿去gank,这样的话是一个好的习惯,OK,那么第二件事情的话优先用Q来躲对面的控制 如果对面没有要留意的控制技能,那我们来看,那么很多玩异大师的人,他们都会犯一个错误,就是他们经常gank的时候喜欢用Q起手,Q起手是一件非常不好的行为,OK,各位,如果你今天走出来可以直接砍到人的话,那么就不要用Q,开1技能直接砍下去就对了,当你的1技能的时间快要结束的时候,再用Q,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延长1的时间,以及再打额外的真实伤害,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对面有交位移技能,当然也是马上用Q跟上去是最好的,那么什么 什么情况才可以Q起手呢,一种情况是对面残血,那Q上去就是谁可以把杀掉,那当然可以Q起手,小心对面可能会有治愈光盾那些东西把你秀,这点要小心,那么或者是你没有办法追到他,你的位置离他太远了,你没有办法追到他,这个时候也可以用Q起手,那么还有最后第三种情况就是对面什么招都没有,对面没有位移,对面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其他队友支援,对面就是一块带宰的肉,那这种情况当然也可以Q起手,没关系,那么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 如果你是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你的大爵快结束了,那么你也可以用Q起手,尽可能的尝试在你大爵还在的时间杀到了,然后把你的大爵续上,那这种极端情况当然也可以用Q起手,如果没有必要Q起手,尽量都不要用Q起手,这个是很多异大师玩家会犯的错,也是很多异大师玩家很难Gank的真正原因,记得各位,我刚刚说的东西不是死的规则,只要加上一点经验,以及随机应变,那么相信你的异大师Gank的能力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 大家好,我们事不宴起,我们直接开始了,现在异大师的那个ban率被我搞到多少了,各位我看一看,33%ban率是什么意思,你们把队友害得多惨啊,你们是,原来那个红州坏了,我现在换了一个雷蛇绿轴,队友敢ban,那我们就选索阿卡打野,没事,我们把滑鼠先放在索阿卡上面,异大师刚刚被砍完之后,怎么又全服,他妈妈变成复胜绿的我一天,露脸猫没有,我的头发还没长出来, 哎,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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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意思,那意思,再见,再见,哈哈,你看这个人要开稿了吗,哇,这个人要开稿了各位,后雨室,有自己把随机动吗各位,我试试看沟通,我尝试一下沟通,不行的话就算了,这什么啥,这啥,这啥,别走啊,等我看我在,没有人,为什么没有人打他,没有人,妈的, 我试试看沟通,为什么没有人给我打他,没有人给我打他,好吧,哇,只要齐斯把那个云给我,来吧,完了,我觉得不行,我觉得不行,有点,有点炸裂,有点炸裂,我的天,那因为我砍了几刀发现太硬了,完全砍不动,我的天,看起来玩得很憋屈,事实上也确实玩得很憋屈, 但是等等就不会别去的,不用担心,觉得可以,我觉得,我觉得同心协力的话就可以,但我其实这些人,哇,有如一盘散杀,这些人这样子有如一盘散杀的话,就确实有点难赢,哇,搞得启动了,我的天,他追不到他,启动这个人,老子看起来是要2L了,我的天,那我装弄他,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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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了,再见,拜拜,我觉得他会,他会被大绝,我觉得,我觉得, 好,没事,一切记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想不到吧,就可以,不要,不要,你们不要撞啊,对我好,不是你们这些人真的很过分,你知道吗,我的天,哎呀,老子一定要扛这两个人了,你们还不能让我,让我,让我,给我点时间,放纵一下,浓一下吧,我,16了,4比17啦,4比18啦,哈哈 哈哈哈 完了完了完了 我给血鬼 我还得好了 雪是骗穿 我还得好了 还得好了血鬼 要是这把我翻盘了就是你的 就是这个血鬼送的 要是这把翻盘了就是这个血鬼送的 我只能平平看了各位 我只能平平看了 因为我现在逆疯我只能拼了命去换个人头 因为我现在逆疯 可以吗可以吗 不是啦呗 不是啦 没事我帮你复仇 我大决还有几秒钟等我一下 各位有机会的别投的 我觉得等我一下 我的大决还没好 7 6 5 我 假装砍不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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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上来砍我 你还以为 你是不是以为我真的砍不赢 下一届奥斯卡奖记得提名我 各位 别打架兄弟别打架 不要啊 不要啊 他刚刚是没抢那个头的话 我这把保证翻 要是刚刚没有抢这个头 要是刚刚没有抢这个头的话 我这把是保证翻 ok 这把是保证翻 但他抢了所以这把可能就不一定了 我现在觉得我现在觉得我跟金克斯断交可能还不一定会赢 所以我现在做法是还不跟金克斯打 我当我觉得我可以处理那个金克斯的时候 我就会过去倒那个金克斯 所以我现在火战神是避开这些金克斯 因为我觉得目前还没有能力可以处理他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现在去抓一个比较好打 比如说这个狗头 没错就是 如果你打不赢那个对面最肥的 那你就不要打他 你去找一个最 你去挑一个最好杀人去杀 然后比如说 现在你看再去拿这个 推这个塔 ok把这个塔推了之后 就直前了 战户界后面有很多人来 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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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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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挡住那个狗蛋蛋还是死了 好吧 好 欸继续推是吧 继续推是吧 好你死了 死咯 我今天整天单挑隐杀了 我把那个所有东西拿去动套车 对面都挤在中路 对面想要吃这个龙 对面肯定想要吃这个龙 那如果推上路的话 这个时候就没有人处理我 你知道吗 各位分推以后再教大家 分推以后再教大家 这个时候大家先 大家再理解一下 为什么要分推 我分推以后再教大家怎么分推 但这个时候大家先理解一下 为什么要分推 这个时候如果对面在 全部人在这边比较 对不对 所有人在这边 所有人是不是 所有人都在这边对不对 但是所以是不是就没有人来 手我推上路 是不是就没有人来 手我推上路 如果对面全部都挤在这个龙这边 他不敢回头的 那特别 咱们给我一起回头 没关系 三龙放给他们 没关系 反正不是龙魂 不是 浪德过来 别打 浪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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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了 拿过来 拿过来 真的扬到我 哇干 你好 他只能不能看到我 好各位 我马上跟你们解释为什么 我马上跟你们解释为什么 我敢吃这个巴龙 我马上跟你们解释为什么 我敢吃这个巴龙 好 马上 怎么反打完 怎么反打完 我没看到这甲子 抱歉我失误 我为什么确定这个巴龙 没有眼 因为刚刚几英科斯 往这个巴龙送了一发导弹 他往这个巴龙送了一发导弹 所以代表为什么 代表他是不知道 代表这边肯定没有眼 所以他才会想要 射一发导弹过来 尝试偷偷看 但他那边 他刚刚往巴龙坑那边 送导弹 就代表这个巴龙坑没有眼 然后我吃得很快 所以我就果断把这个巴龙拿掉 OK各位 有不懂吗各位 这就是简单的观察 完了 他有大吗 没大哦 我为什么没按到Q 抱歉我失误各位 这波我没按到Q 我刚没按到Q 我刚想要双刀出来 马上接Q 然后他就死了 你看 对面虽然顺风 但是他们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清楚的理解到 这是一款推塔游戏 不是杀人游戏 这个龙一定要拿 这个龙要想办法 各位 看各位交代达怎么拿龙 就是你看对面 骑士这种poke角度 所以会比较麻烦 但正常来说的话 你可以蹲在这个位置 或者是找一个对面想不到位置蹲 各位为什么这边对面 为什么对面 为什么对面那么肥 但是对面其实拿不到龙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占到了 因为我们占据了 好的位置 你们为什么打起来了 他很激我 我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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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们要打起来 哇 这群银牌真的是 我不知道他该说他们傻我的 为什么他们要打起来 你们跟我去拿那个龙布箱 为什么要打起来 HOLY SHIT 哇 我真的不知道在说啥 我真的不知道在说啥 确实 银牌上会排到奇奇怪的人 你们前面 一直在问我说 为什么我前面都没排到奇奇怪的人 都没排到奇奇怪的人 我跟你说为什么 因为连奇奇怪的人 都在银牌 是你 哈哈哈 我家里边也可以 不理他们直接把那个龙拿掉 但是很有可能 就是他们直接全部人过来 我会来不及吃 是完全有可能 到这种中期之后 我就不敢一个人这么做了 有没有发现 我现在也没有开始分推 因为分推的黄金实习已经过了 就是你可以单干的实习已经过了 现在开始无论如何 都要靠一下队友 停了 力行是没有大绝 哇 不要不要不要400 不行了 快点快点 有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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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没有人 好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guasti占 guasti占是些啥玩意 我天 啊没关系 问题不是很大 等一下 一下一下一下 要是前面差没有抢那颗头的话 我终于觉得这把是可以随便翻的 但其实我就是差一点 每次都差一点点伤害 你不发现 每次都差一点点那么的伤害 没关系 2L问题不是很大 在你们做出亲一大师 连银牌都会输 银牌场果然难打 你们在做出这样的结论之前 你们在做出这样的结论之前 请你们先想一下 刚才这一把 就是刚才这把我都有死成这样子 刚才这把 你觉得你有可能会拿到我这种战绩吗 你觉得你有可能会 打成我这打我这种输出吗 各位我觉得你们要想的是这个方面 我觉得你们需要往这个方 就是你们需要往这边方向想 就是你们不要看到输 然后就 然后什么东西都不算了 OK就输了没有关系 重点是我们要学到东西 是不是 各位 哇 我要这么大的 我要开不了大军 要再想过这个事 这个杀不了 这杀不了 猛狗,好 敢追吧,不敢,好 哇,这个纳尔,会玩的这个纳尔,我的方 纳尔不会玩的,走位 来,浪一波,来,浪我,浪 死吧,死罗,死罗,死罗,不要抢头 不行啊,我的KDA不能出凯查,我KDA一定不能出凯查 那我怎么干,米哥啊 nice 还一点,还一点,回复那个多少钱了,死吧 为什么我按不到Q,这也要我刚按Q了 杨全的主播你好,我不认识,谁是喜欢平的主播 谁是喜欢平的主播,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你的主人没有开台,你就跑来看我了是吧 看我变魔兽吗 好,就走 我也没以为只会把一个变不见,结果把三个都变不见了 抱歉,我的法力太,我的法力太高 一大师教学台要变成哪个讨论台 要变成讨论哪台的吗 我一天后卸 你怎么呀 你们真的很烦我,说真的 雅婷姐会不会有一天到来 雅婷姐怎么会看我的频道 雅婷姐要说现在我频道肯定是截图到处发 到处发,他妈的,你开的头 你现在想要装没事 现在全部人在讨论这些东西 就他妈因为他 他妈你开的话,就现在想要装没事是吧 你这种人当婊子,还想立牌坊 我也想不出任何的形状,虽然骂你 你这种人就是,哇,后尾屑 是什么意思 你不要在我的台上问我,你老狗仔的问题 我这个易大师教学台来的 你不要再跟我调到我刚才 不仅是在讨论哪个动漫的女孩的波 大你一世 我刚才跟他调整完,你都没有臭屁 你现在又把这个转到广东话台,是吗 现在是否又讲广东话,你不要臭屁 来吧,来吧,大家不要学,大家不用学易大师 大家不用学易大师,大家不用学易大师 怎样都没有臭屁 我能不能讲一些有素质的内容 我要转圆你给他也,怎么办 我后人发那一把不该 唉,为什么我这么累呢 我只是想要做这易大师教学,为什么他这么累 我只是路过而已,我路过想去下路吃河鞋 我可能刚好路过 行吧,他被我 我后悔了,我感觉不应该打这波了 我刚刚就应该控他了 唉,没有,没有后悔 这波打得好,这波打得好 来,来,来,来 真多,哇,靠 唉,好 没事,不许不认为大 不时搓身地以乐语遮羞的白居易大师同学 你们真的很烦,我说实话 你要知道,如果我说你们很烦的话 其实代表就是代表我觉得你们很有梗 因为如果我真的觉得你们很烦的话 我是不会理你们的 我会理你们代表我觉得你们很好 我是个傲娇,OK 我还是从头到尾都非常认真交易大师 一点效果都他妈不做 就不会有人搞我的 那就是因为老子开了个头 老子就是因为做了一次效果 只要做他妈一次效果 不管我家里妈他妈多认真来交 这都已经是个效果台了 你拿来 老子要找那个禁副总 刚刚是不是差点想射什么 你刚是不是想杀我 你刚是不是想杀我 唉,唉,瞎子 各位 瞎拉分我天 后雨线 后懒子手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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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不会点果子呢 我的把他吹走 回走 你把他推走 你推到我了 嘿嘿嘿 你还敢这么虎是吧 还敢这么虎是吧 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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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掉了 运动 快点 好 什么事不想越他了 啊 异派 来来来我在这边勾引他 勾引他 挖的 我其实这拨有一点点失误了 我这边有一点点失误了 说实话 你还以为他会再Q我一次 七步之内 刀比手里箭快 然后我盖掌口再 这是个很独隙的地方 好,我还需要一颗人头的钱才有杨道 你会不会把这个勾到哪里 你好 好,有钱了,够钱出杨刀啦 杨刀 就不得了 好吧 干 哎,好 hop 好 感谢观看